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咱这期视频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左右结构里面这样一类字 就是说左边字形瘦长 而右边字形宽而短的一类字 两边的位置关系应该怎么样去安排 你要知道写好左右结构一类字 不光要比较两边的宽窄大小 还有两边的这个位置关系 或者说你这个高低你要处理好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咱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是这样一类字 就是说你看它左部是怎么样的 字形是瘦长的 而右部字形是宽而短的 明显比这边要短要宽是不是 那你看像这类字两边的位置关系怎么搞 也就是说你看左边是瘦长的 右边这个短的 它是处在什么位置呢 是往上在中间还是靠下行 这一点很多人搞清楚 你像这类字它的位置关系安排的都是不对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它底端是绝对不能对齐的 右边的这个位置是不能靠下写的 你不能说在底端和左边对齐 比如说你看左边是瘦长的 写到这儿 如果你说把右边这个宽的短的写到底端和它对齐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样写是不好看的 那你看它右边这个宽短的这个内容 它应该怎么去写呢 它位置要稍微靠上一些 底端一定要确保长的这一块是低的 就是说是这样子的 你看 底端一定是这边 长的这边要低 然后右边这个短的呢 整体偏上 底端一定是左边低右边高 左边低右边高的啊 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忙碌的忙字 你这个王子你就不能这样写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左部是瘦长的 好 然后你看 垂路竖 然后右部点 然后你看横处在这儿 好 竖折 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整体是处在中间 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 中间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啊 不要往下写 你看 下面你看 一定要确保这边低这边高 再比如说你看肚子 尤其是它这个底端是平着的时候 是横 那它更是得要高一些 你看肚子的度 大家看一下 你看树脾往下 然后你看横折 勾 好 往下 瘦长挺拔的 你看这个月子旁 然后右部怎么办 你看横在这儿 树可以与月子旁起屁 对齐 你看 可以上部对齐 然后下部 下部是怎么样的 下部它要高 它要低 可以没有 它的位置你要搞清楚啊 包括柱子 大家看一下 你看 左部 树直行往下 瘦长的 然后你看 斜点 然后右部怎么办 一盒 两盒 你看树 好 再来一个盒 你看它处在这儿 这个竹 它处在这儿 你看这边要低 可以没有 这是柱子 然后状子 点 提 然后你看树直行往下 好 然后你看横在这儿 这边的树可以起比与它等高 这个是可以的 你看树直行往下 好 再来一个横 大家看一下 这个状子你看看 这些稍微有点歪了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状子 它也是你看 左边要低 然后右边要高一些 这个位置你要搞清楚啊 然后你看枯 枯萎的枯 大家看一下 木字旁 瘦长挺拔 然后你看 斜点 好 从这穿插一下 你看盒 好 竖起比可以与左边等高 但是右部 骨字 你看底端 盒折 再来一个盒 它底端要比木字旁要高 可以没有 然后你看 青字 横 然后 撇折 然后 树画直行往下 你看 受长请拔的 然后起画向上 然后右部你看 横 撇从这儿开始起比 点画 然后横 树 再来一个横 大家看一下 这是青字写吧 大家看看 你看看 左边是受长 右边要宽而短的时候 尤其是底端是平的 那你一定要确保底端是左边低右边高的 右边要高一些 看见没有 它这个高低的落差是一定要体现出来的 体现不出来 你这个字写出来 它就不好看 明白吗 好 咱这期视频关于左右结构这一类字的 这一类字的这个位置关系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这一类字的这一类字的 这一类字的 这一类字的